大家好,我是萧氏,北京的一位大哥,网友师给他做一批锅鼠佩金 今天咱们一上佩金院去给他装一下车 这盆是金雀,老盆的金雀 咱们看一下庄子都已经十分的堂老 开黄花的,非常的漂亮 开出来花朵,像小鸟似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香渣,就是所说的野山渣这个事 庄子也非常的婉转 树冠也非常的漂亮 接着果实的话,也可以泡茶喝,也可以熏衣服,非常的实用 这盆的话是俄罗粒,庄子非常的堂老 枝条分泼十分的均匀,藤质感非常的强 像这个主要是看叶的,叶片现在已经装车了 这个装的是精确,咱们再看一下这盆 这盆是梨,老庄的梨 庄体非常的汤老 枝条也十分的丰盛 这盆是香渣 结果非常的香 可以熏衣服 也可以泡茶喝,非常的实用 一共给大哥选了十二盆 一共给大哥选了十二盆 咱们看一下 非常汤老 枝条分布的十分的均匀 树冠也很漂亮 一颗难得的老庄苹果 这一颗是雪梨 这一颗是雪梨 咱们看一下造型 造型非常的特异 灌符非常的漂亮 枝条非常的婉转 藏尽有力 这盆是酸枣 俗称的野山枣 具体观赏性 这个果实也可以当中药 非常的实用 果实有安眠 具有安眠的作用 这盆是造脚 这个造脚接的果实 以前也可以用来洗衣服 洗脱都可以 这个就是长寿果 俗生的海棠 接的果实十分的好看 枝条也十分的丰盛 这一颗是红梨 大红梨 咱们看一下这个高度 在一米三左右 枝条分布十分的均匀 灌符也非常的大 马上就要装完了 已经还剩了四盆 十二盆已经装完了 一会咱们就打木架 看一下总共十二颗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刀型 还是枝条 都十分的汤老 十分的饱满 这十二颗可以说 全部都是老庄的水果树一类的 全部是苹果柿子梨一类的 非常的寄居观赏性 这期的视频就拍着了 又喜欢修饰视频的可以多多的